2022花蓮縣夢想起飛第九屆青少年發明展 25號在中正體育館登場 來自花蓮各國中小學超過100件作品參賽 展現了學生對安全健康、高齡照護、便利生活等9大議題的關注 最後評選出36件作品要代表花蓮參加 2023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及台灣選拔賽 2022年花蓮縣夢想起飛第九屆青少年發明展 25日在中正體育館登場 來自花蓮各國中小學超過100件作品 展現學生對安全健康、高齡照護、便利生活等議題的關注 花蓮政府教育處表示 9個競賽主題讓學生從生活中尋找問題與需求 更進一步深入研究主動發掘 因為之前跟護理師討論之後 就是發現病人會走私 然後就是會找不到 然後失智的病人也會跑出去 而且就是有規定說要兩次的那個核對身份 所以就想說增加這些功能 有什麼樣的功能 像是主要是尋找病人嘛 時間警報就是你進去廁所可能昏倒 因為沒有人嘛太久了 像是在裡面超過一個小時 可能就是護理站收到通知說 全全病人在廁所昏倒 不是昏倒就是在裡面待太久 就是可以去方便查看 進去警報就是像是護理站裡面不是存放藥品 那個病人不能進去嘛 就是如果他進去就是會有可能會嚇到護理師 或者是東西不見可能會有嫌疑之類的 所以進去警報就是他如果闖進去的話 會有先通知護理站 就是讓他們知道他在裡面他進去了 國中組由華人國中兩位同學和花岡國中一位同學組成團隊 設計出病人在這裡系統拿下第一名 國小組第一名則由金妹國小口黃琴練習器獲得 除了選出各組前三名及家座各18隊 最後評選出36件作品 將代表花齡參加2023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 暨台灣選拔賽 記者蔣包彥 華靈師報導